好上課上課 來 今天上第十課 我們剛剛已經花很多時間去做這個 就是前面那個作業的檢討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上一下今天最重要的課程 今天喔 我們 開始啊 我們在之前 我們都只有做過簡單的數值分析 然後數值分析 上到第六課的時候 我們學到卷機網路 自此之後 我們做的任務都是圖像辨識對不對 從這一節課開始 我們會開始帶大家做不同的任務 就是除了圖像辨識跟數值分析以外的任務 今天要做的這個模型是 壓縮解壓縮模型 壓縮解壓縮模型非常的 非常的這個 就是 壓縮解壓縮模型有非常多種有趣的應用方法 我這邊舉個例子 這個 我們 通通都把這個東西叫AutoEncoder 就是這一類模型叫AutoEncoder 這個AutoEncoder是這樣子 它的原始設計啊 是希望 如果今天有一張圖 它的像素是28x28 它的像素是28x28 所以它總共有784個Value對不對 然後 經過一個神經網路 如果它出去的 它出去 經過第一個神經網路之後 它出去的這個Value 假設只有10個 假設只有10個 那接著 我再經過一個神經網路 把這10個再還原成 28x28 那 假設我可以訓練出一個Model 這整套Model 讓Input等於Output 這樣子這個左邊這個是不是可以拿來當壓縮器 右邊那個可以拿來當作這個 就是解壓縮器 那這樣子以後我存 Data是不是只要 如果你給了我一個圖的話 我是不是只要經過這個壓縮器 然後我把這個Code留下來 那以後只要存這個Code 我需要的時候再把它Decode回去就好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 壓縮解壓縮模型是 是這樣做的喔 這樣可以理解吧 應該不會很難 等一下我會帶你們實現 在我帶你們實現之前 我先告訴你們 這個模型還可以做更多有趣的事情 它還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因為 Input等於Output 所以我的影像完全不用做 Annotate 我只要找一堆影像 就全部都可以做 Auto Encoder 所以 有沒有可能 我用原始的圖像 明明就是28x28 像素是28x28 但是我故意在Input的時候 把它弄成14x14 然後我Input 14x14 可是我Output 希望它變成28x28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明明就有 這個高清無碼的影片了 好不好 然後你故意把它打馬賽克 然後你請它還原 你看它有沒有辦法拆得出來 幹嘛你笑什麼 你很有興趣 你有興趣那也是AI想像出來的啊 沒有用啊 對不對 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Auto Encoder 第一個它可以做什麼 它可以做這個 它可以做這個 就是 那個 像素的 像素的還原 這樣懂 而且理論上它應該會比直接resize好 這樣懂嗎 好 第二個它還可以做什麼有趣的事情呢 它還可以做這個 我一開始Input 我給它一堆Noise 但出來的時候我給它 我不要給它Noise 那這樣它是不是就可以做去雜訊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去雜訊也非常常見啊 非常 非常多影像我需要 需要去雜訊啊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Auto Encoder 學會了以後 這個你會發現它 就是 其實用處比原本想像中多啦 一開始發展出來的時候 都是壓縮假縮嘛 好我們來做一個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好不好 來 這個實驗是這樣子的 我們一樣用這個 就是 手寫數字 識別的資料 我們把東西 讀進來 這個是 這個是答案結構啊 這個答案結構我們就 我們就 不特別 就是 我就不特別跑了喔 我們就假設這個大家都會了好不好 好所以我不讀Trend的 我只讀Test的 然後我們今天的上課是 Lesson 10嘛 Lesson 10 OK我把它讀進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要做什麼事喔 首先 這個是 Iterator 對不對 Iterator的部分 Iterator的部分 我這裡用的是不是那個 直接 一邊讀 這個 我就沒有把檔案讀進記憶體了嘛 對不對 這個是我之前說我沒有把檔案讀進記憶體 喔對忘了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啊 就是那個 呃 你們 三個在做的時候不是有 搶到 資源的 issue嗎對不對 那個 影誌這樣 因為都是你啊 所以你要好一點啊 就是 請你在做的時候不要把所有的圖都讀進來 你先讀進來還在那邊佔空間 然後在那邊佔著RAN 你可以要做的時候再把它讀進來 那因為我可以跟你們講 你們現在手上的機器啊 我給你們的機器 通通都是最高速的SSD 啊 那個 你 先讀進 你先讀到RAN裡面 跟 training的時候再把它讀進來 速度不會差太多 那個 那個硬碟1TB都是10萬塊的 那個 所以說應該 應該速度是可以保證的 這樣子 好 那 我現在 我現在把這個檔案讀進來 你們看著喔 來注意一下 我這個 myterator function 因為它input等於output 所以它的value x 是這個圖對不對 它的value y 直接就等於value x 這樣可以吧 value y 直接就等於value x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我這裡有把它除以255 我這裡有做一個前處理 所以它本來是 0到255 變成0到1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 我這邊來 然後定義我的model的這個architecture 好我這個modelarchitecture 我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encoder encoder 就是我要把我的圓圖 把它變得 比較少數字 對不對 圓圖一開始是748 對不對 我data進來之後 經過一個forely connected 128 是不是變小了 128變fc1 fc1經過radio 再經過一個forely connected 變32 這是不是變很小了 所以這個encoder的output 是不是只有32個數字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接著我把這個encoder 把它 再接到這個forely connected 把它再變回128 變fc3 fc3 radio 再經過一個fc4 fc4又變回784了對不對 然後我把reshape x28x28x1 這個-1的意思是 因為我bench size 不固定嘛 所以剩下的value -1就是填剩下的數值 這樣可以嗎 這樣知道這個語法了嗎 好這樣我是不是出現 我這樣是不是 decoder 就是我 還原出來的那個圖片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我的mse loss 就是label 減掉decoder 相減之後平方 然後再取平均 這樣可以吧 相減之後平方再取平均 所以這個就是完整的 autoencoder的結構 這樣可以嗎 這個部分有沒有看不懂的 壓縮壓縮 而且我都用forely connected的嘛 應該不會太難懂 這樣可以齁 他怎麼了 遇到什麼問題 好然後來注意 我這裡用的是addon喔 我這裡用sgd會不會出問題 欸你們等一下 training的時候可以試試看 用sgd會不會出問題啦 這一個 來我跟你講 來這個網路 這個網路 可不可以用 residual learning 可不可以用 residual net的connection 不行他shape一直改對不對 而且這個shhape就是我故意要改他的 我就是要壓縮他 對吧 所以他不能用residual net的結構 然後他是不是 又要變小又要還原 又要變小又要變大 你們以前做的這個 神經網路 通常都是只有一路變小 最後出去對不對 所以 對於autoencoder來講 他這樣整個model其實是 之前的兩個model合在一起 所以他的深度 必然會很深 其實他sgd會非常難練 非常難用sgd練 除非你要用一些技巧 就像bench normalization之類的 這樣知道吧 你們之後遇到這種 先變小再變大的這種網路 他就是很深 而且他沒有辦法用 dense net的技術 或者是resnet的技術 所以他就是會有T度消失問題 所以之前那些學的T度消失問題的解決方法 不是完全沒有用 在這裡還是會應用到 而且你們之後 會遇到的網路幾乎都是這種會反轉的 好那最後我們用add 然後之後 我們來用一下我們之前的這個優化器 這個優化函數 好然後就training嘛對不對 好training的時候 不過training的時候 我這個 我決定要用GPUtraining這樣子 好我們就training個 十代好了 好我現在按training喔 好training完之後啊 你可以把原始的圖片 然後做predict 然後把大於1的部分 還原成1 小於0的部分變0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個圖像的Value 就介於0到1之間嘛 對不對 好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Texx 然後經過這個model Unzip之後的prediction 他指示多少 好注意他Loss一路往下喔 欸不過 不過怎麼那麼慢啊 還是說 1秒4000多個樣本已經非常理想 好1秒4000多個樣本可能已經很理想了 我們不要再要求他了 好應該要好了我們來看一下結果喔 好這一個這個是這邊是原圖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解壓縮之後的圖嘛 所以可以理解吧 我按下 畫出來之後 上面是原圖下面是解壓縮之後的圖 這個解壓縮的能力應該是非常非常好吧 可以吧 這兩張圖幾乎沒有不一樣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有趣的事情是 那既然 我這個model其實 Autoencoder這個model 其實我應該要把兩個拆開啊 我如果是一起用這樣沒有意思啊 對不對 一起用有意思的就是 我如果做去雜訊 或者是我做這個 我如果做去雜訊 或者是我做解析度還原 那這樣就有意思了 這樣知道吧 主要說 我要去雜訊 我要去雜訊的部分 我就是在 這裡 我Y過來之後 我X再給他加一些Noise 這樣我就 我Input就是有雜訊的了嘛 Output就是沒有雜訊 那如果我要想要把解析度 解析度 從D還原成高呢 那我就 X等於Y等於X之後 把X的解析度再降低 或者故意在莫名其妙的地方打買賽克 對 看他有沒有辦法 還原回去 這樣知道吧 好 所以 練習一就是 第一個 你必須Repeat這個結果 第二個 請你試著把 壓縮模型跟解壓縮模型分離開來 你需要用到的層次技術 其實就是 你需要去GET INTERNAL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MODEL 裡面 的 這裡面 有一個GET INTERNAL嘛 欸? 不是這個語法嗎 GET INTERNAL 欸? 不對啊 GET INTERNAL是要數值啊 GET INTERNAL 好吧 沒有關係 Anyway 這個請大家做一下練習一下 呃 如果做不出來的話 就看一下答案這樣好不好 Repeat一下 你至少要先把這個模型訓練出來吧 你先做一下這樣比較有感覺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分離模型這個 基本上之前就已經學過了嘛 在ENCODER的部分應該是不難啊 因為對於ENCODER來講 他分離模型的難度難點只有一個 就是我需要把 我把MODEL INPUT OUTPUT出來之後 我直接把 我直接把這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SYMBLE改成這個 ENCODER OUTPUT嘛 然後我的這個參數啊 我必須要 把 不需要的參數丟掉 這次 ENCODER的模型 並不是很難把它弄出來 這樣子就弄出來了 弄出來了以後 你可以 直接把 這一個 模型 把它ENCODER模型 直接用TESTX 出來這個ZIP CODE 他的 每一個 舉例來說 這就是他的壓縮 壓縮碼 這樣可以吧 那所以任何一張圖 我都可以轉成這個碼 轉成這一個 舉例來說第二張圖 他被轉成這個碼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轉成這個碼了以後 我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DECODER把它還原回去 那DECODER就比較麻煩了 DECODER因為他DATA 你一定要從頭開始鍵 DECODER這個部分真的比較麻煩 DECODER你要從頭開始鍵的話 同樣的 MODEL的部分 DECODERMODEL一樣 要把 不重要的參數把它丟掉 好 接著 我們就可以用本來的ZIP CODE 然後用DECODERMODEL把它還原回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最後得到的答案就一模一樣 好 那 所以說 ENCODER跟DECODER的這個 模型你會了以後 我們這邊來做一個比較 有趣的小實驗好了 這個 ZIP CODE的這個東西 看起來是不是有點像亂數 這個東西到底有什麼意義咧 我們可不可以 稍微發表一下意見 這個東西到底有什麼意義 它看起來是不是有點像亂數 那我 而且 而且這個DECODER看起來 這個 舉例來說我這個DECODER 我 似乎是隨便給它一個 我似乎隨便給它一個東西 它都可以 它都可以這個 它都可以做一個預測嘛 對不對 所以我可不可以故意給它亂數 做預測啊 那它是不是可以生成圖片 反正我隨便給它一些數字 它感覺起來 就可以還原成28x28嘛 對不對 所以啊 我故意給它Random的ZIP CODE 然後我可以這樣子的 把它 畫出來 好 當然這個東西 看不出來這是什麼啦 好不好 這樣可以吧 這個 Random 真的用Random的值 它當然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這並不是DECODER的模型壞掉喔 這是因為 你的Random數值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嘛 對不對 可是這樣子原來數值是不是有什麼意義 我們為什麼 為什麼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圖片 雖然說我現在看不出它是什麼數字 它是不是還是隱約有一些形狀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的是 其實啊 其實那個數字可能隱含著某種意義 那些數字應該代表著原來的某些筆畫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只是啊 只是這個 呃 很有可能 這個 它腦 這個 它腦袋裡面的這個 就是 樣本空間 就是它32圍的那個樣本空間裡面 它所對應到原來的數字啊 實在是太 太多了 所以有非常多稀疏的空間 我這邊講的非常的 不是很清楚齁 我這邊解釋一下好了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原來假設數字是1的話 我通通投射到這個平面上面 可能都會投射到這裡 可能都投射到這裡 都在這附近 1都在這附近 然後啊 舉例來說一開始是2的話 它可能都投射在這附近 所以如果我給它隨便的一個 一組新的點 一個新的點 它如果存在這附近 它大致就會還原回2 它如果存在這附近 它大致就會還原回1 這樣可以接受嗎 但如果我隨便給它點在這裡呢 它當然就還原不回去嘛 對不對 還原回去就會一個 介於1到2之間的數字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好那所以說 如果我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要產生新的手寫數字 假設我想要產生新的手寫數字這件事情 那我有什麼方法可以透過 這個 Auto Encoder模型 然後讓我的Decoder模型 丟給它亂數 它就可以產生數字 我有一個方法 我可以盡可能把這個空間壓縮啊 就是說我把它壓到我這麼大的平面 它可以放成這兩個 那我把它的平面壓得很小 然後說我把它打到一個新的 就這麼小的一個平面 然後它要放12345678910 那這樣子它的12345678910 是不是勢必得非常的集中 這邊是1 這邊是2 這邊是3 這邊是4 這邊是5 這邊是6 所以我隨機的給一個值 它就很容易到這裡的數字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知道我在說什麼齁 好所以說 我可以故意去壓縮那個 就是 中間的那個乘數 我剛剛中間的乘數32 對不對 我如果把它壓縮到8 你可以自己做實驗喔 我如果把它壓縮到8的話 你會發現 你的 你出來 你給它亂數出來的 就會更像數字囉 你可以再把它壓小一點 這個回去可以自己做實驗了 好不好 你會發現 如果你壓得夠小的話 它出來的數字會真的 非常非常的 接近 給它亂數 它就會越接近 非常接近真實的這個數值喔 好不好 好 不過 如果你希望 用隨機亂數產生圖片的話 這個我們在第15課的時候 會教一個另外的模型 我只是在這邊先告訴你說 欸 古早人他其實就是這麼做的 好不好 幹嘛笑 而且我跟你們講 壓縮樣本空間 不是只有把維度變角這個方式喔 壓縮樣本空間還有一個另外的方式 是我在這裡舉例來說 給它加一個正則畫像 我希望這個code 不要離零太遠 不要離零太遠的話 我可以多一個loss 就是這個code的平方盒 比如說這個code 中間那個code的平方盒 這樣我就多了一個loss 所以它的優化目標 不但要保證還原來的了 還希望那邊數字要小 這樣子的話 我 如果 我給一個零附近的值 他就大概很容易是可以有這個 是可以有value的 這樣懂意思嗎 幹嘛 映竹魚幹嘛露出疑惑的 眼神 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壓縮樣本空間 我還可以在這裡 在Arctitial Arctitial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我的loss除了mse loss以外 我還可以給 對於encoder的結果 給它平方盒 然後再跟這個mse loss把它加起來 然後一起優化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們點頭點得非常的疑惑 好沒關係你們可以再想想好不好 這個 這邊我因為手上沒有程式碼 我懶得做了 好不好 encoder把它偏平方 再求和 這樣子encoder出來的結果 一定不能太大 因為不然的話 他loss就不會小 ok 好那我們來做一個 他這個模型還可以敘述雜訊 居然說我們把predictor的值 這個test array 我故意把它加上一個normal 就是 normal distribution的這個noise 那這樣子的話 我直接經過原來的這個model 這個model是原始的壓縮解壓縮模型 我什麼事情都沒有做喔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做出這樣的結果 這個是有雜訊的圖 這個是經過autoencoder的圖 為什麼雜訊被去掉了 為什麼雜訊被去掉了 因為在壓縮的過程中 他必須保留大部分的資訊 他必須保留大部分的資訊 雜訊就是不重要的東西 所以他可以拿來去雜訊 這樣什麼意思嗎 這個autoencoder模型可以拿來去雜訊 這個去雜訊 效果還可以吧 原本訓練的時候 原本訓練的時候 不用特別加 原本訓練的時候 特別加跟 有特別加跟沒有特別加 有特別加不見得比較好喔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壓縮的過程中 他在壓縮的過程中 他鐵定就是要這個 他鐵定就是要保留大部分的資訊 他就是保留那些關鍵的資訊 我確定他保留下來就是關鍵的資訊 那新的圖給他的時候 有Noise 他人量只能保留關鍵的資訊 那有這個 有一開始就給他Noise 他當然就是試著去想著要去雜訊 他當然就是試著去想著要去雜訊 對不對 這個如果是原來 如果你是一個 就是 就是 變小再變大的這個模型 不給他 就是 一開始訓練的時候不加雜訊 不見得比較差 可是如果是 一樣的或是變大再變小的 那大概一開始要加雜訊 就是如果你有壓縮的效果的話 你的模型有壓縮效果的話 那是可以 就是 是可以一開始不去雜訊 不加雜訊 OK 好剛剛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剛剛是用多層感知機的結構 來做壓縮解壓縮嘛 對不對 那可是我們之前不是學過 comvolution comvolution layer嗎 對不對 那我們在圖要把它變小的過程 我們可以用comvolution layer 但是 decoder的部分怎麼辦 我們要還原回去的時候 我們comvolution layer 只能越變越小 對不對 comvolution layer 有可能變大嗎 我們有可能用 comvolution layer 把圖越變越大嗎 不可能嗎 它只能變小 不能變大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學一個 新的layer 我們已經學過幾個layer了 數不太輕了 數不太輕了 OK 但是我們現在要學一個新的layer 叫deconvolution layer deconvolution layer deconvolution layer 它是這樣子的 本來是 由下往上 對不對 它現在是由上往下 怎麼往上呢 它就是 這個數字 它本來是1好了 它本來是1 那這一個fighter是 乘1乘2乘3乘4乘5乘6乘7乘8乘9 那這一格就是 123456789 那它第二次掃過來的時候 這裡是不是又是 123456789 它就把這個 123 1跟2 和這裡的2跟3 把它加起來 然後 變成一個新的output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這個東西 你需要了解的話 就是等一下你做inference 你就會了解 你inference 不要用mxnet的predictor 你直接用 你直接手刻 你就會充分的了解 deconvolution是怎麼做的 好不好 那至於解微分的過程 沒有那麼重要 反正 這個顯然是一個線性 線性運算 對不對 好來 deconvolution 我們來看一下 deconvolution實際怎麼做 這個是一個x 這個x矩陣 123456789 這個fighter 現在是一個 -1 0 -1 如果不符為1的狀況下 它的out 大概長這個樣子 看喔 -1 乘以1 對不對 -1乘以1 所以 對於第一個格子來講 它是不是 -1 對於第二個格子呢 它怎麼加出來的 是不是 1 乘上0 加上4乘上-1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7怎麼出來的 4 4 乘上0 加上7 乘以-1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好 那如果 不符為2的狀況下呢 不符為2的狀況下 我只要把這裡 好 不符為2的狀況下 就比較簡單了 因為它就是四方形這樣疊過來 其實就 1 2 3 4 5 6 7 8 9 因為它不符為2 然後Fighter數目為2 對不對 所以它完全沒有overlap 它就只是把它填過去而已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OK 這個就是首顆 convolution的推理 deconvolution的推理 這樣子 我忘記等一下練習題 是不是 給你做那個 實際 data的deconvolution 好 這是一個複雜一點的例子 如果它的x 是一個多位陣列 如果x是一個二維陣列 它的deconvolution的時候 它當然是1跟10都要用到 1跟10都要用到 1跟10都要用到 不符為1 好 不符為2 算了 這個你回家自己研究啦 這個我們就 這個我們就不特別研究 特別 不特別demo了 好不好 這個 但是你就知道說 這個deconvolution 它的做法就是跟convolution完全相反 那deconvolution的這個推理流程 還是 我個人認為 還是要 還是要親自做過 至少 我現在demo這四個例子 你要非常清楚 它到底怎麼做 不然的話 你會 你之後再運用它的時候 你可能會搞不清楚它的限制 這樣子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既然你知道它在這中間會overlap 旁邊不會overlap 旁邊只會有一個數值 那這樣子 但是 如果是一個圖的顏色的話 是不是這裡的變異數就會小 這裡的變異數就會大 中間比較多數字去貢獻嘛 對不對 這樣怎麼辦呢 這樣是不是就 有點麻煩對不對 是不是 可能要做一些處理 或者是 我的圖像的邊邊就注定 就沒有那麼精準 這樣懂嗎 好 好 那如果你在mxnet裡面 要做出反轉基層的話 你需要用到deconvolution 這個函數 一樣 kernal size stride 你kernal size跟stride 一模一樣的時候 stride一模一樣的時候 這個時候 它就是完全沒有overlap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所以說 在這裡 我的encoder 也是用convolution 我decoder 也是用convolution 我整個架構 全部把它複製貼上下來 然後 取代掉 這個部分 取代掉這個部分 我又可以跑一次了 好 跑完之後 理論上 這個效果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參數 會節省非常非常多 con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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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差別就是 參數量不一樣 它有平移不變性 它其實在每一小塊 每一小塊 它綜合出一個code 到最後那個code 出來的code 其實每一個code 都代表著不同區域的value 這樣懂的意思嗎 結果training速度 並沒有快多少 好 學習 太好了 我的這個 就是 我的這個練習二 就是我想做的這件事情 練 學習不用mxnet 進行反卷機操作 好不好 那這個我覺得 你今天 當下要在這裡 實現出來的機會 不是很高 好不好 一樣 你先run過一次 大概了解狀況之後 回家拜託人家 Inference 回家Inference 這個 一行行 一行行手科 你這樣會更清楚 它的Inference 方法 好 這個是還原圖 好 這個還原度高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給你練習一下 好 這個 這個模型訓練完之後 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先把那個壓縮跟解壓縮模型貼一下好了 好 好全部做完之後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 就是 壓縮出來的這個 32個code 現在我們的Input 是一個 就是32個數字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Output呢 我們可以經過解壓縮模型產生一張Output 那我們的目標是 希望這個 Input跟Output 我們中間的過程 可以透過你自己的 就是在R圓裡面把它實現 那我們要實現的方法 你需要用到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我自己寫的啦 你可以看到這個函數 這個總共有五個回圈 五個回圈要做 所以這個 這個Deconvolution的這個Layer 它其實運算量其實是大的喔 這樣 好 那它怎麼做咧 你需要 你需要去學習一下 這一個 這一個函數 內部是怎麼做的 那如果有這個函數的話 你可以注意到 Input進來 Deconvolution的Wait出來 之後Output Straight等於2 Straight等於2 Straight等於7 它最後就可以出現 MyOutput 我是複製器上 那是因為我的語法都是自己寫的喔 好不好 這個 放在這邊給你抄 那代表是我自己寫的喔 所以 希望是一行行看喔 好不好 不要嫌累喔 好 兩張圖應該一模一樣 好 所以說Deconvolution就是這個樣子 好啦 如果你有注意的話 我們的每一個 我們的課程中 應該是每學到一個新的 就會叫你Inference一次 對不對 你不用學怎麼training啦 至少會Inference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 是不是做了這個 就是自編碼器 這個自編碼器 的效果非常清楚 然後這是一個 我們第一次把兩個模型 合在一起訓練嘛 之後你會發現 很多模型可以合在一起訓練啦 這個 呃 不是只有AutoEncoder而已 AutoEncoder是Encoder跟Decoder 好 那 如果 這個 Encoder 它把數據降為 我們剛剛不是說了嗎 壓縮了之後 數字如果相近 它應該 數字會在附近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說 如果我把這個 壓縮完的code 欸 我突然想到一個有趣的實驗欸 我在這裡 我把這個 x把它 欸 training x 我不要用training x好了 我用test x 我zip code 我把它讀進來之後 這個zip code 現在的dimension 是不是 16 這個32 好然後 我這裡的 呃 這個 這個test y加1 好 我現在直接用PCA 把它 我先把圖片清空 好你應該會發現 這件事啊 這個0 這些點好像都在附近 1 好像這些點都在附近 中間有些混雜的地方對不對 那是因為 PCA做線性降維 他可能他會把它混掉 我們來用個 用個這個 欸 這個 這個 這個我沒有教過 欸 欸 這個 不可能我沒有裝吧 這個 這個我會沒裝嗎 這個是用什麼套件啊 我來看一下 TSNE 欸 我沒有裝這個套件喔 好吧 懶得用了 這是另外一個 這是一個非線性降維技術啊 這個 很有趣的是 這個方法啊 我來看一下他們引用paper 好了 他的發明的人 在這裡 有沒有覺得這個名字很熟 來 要不要念一下他的名字叫什麼 那個 G是什麼 Jeffrey Jeffrey 對 又是Jeffrey Hinton 好 所以說 你會發現 欸這個 怎麼 怎麼老是都是這些人啊 對不對 這個也是他發明的 這個降維技術比PCA好一點啊 但是他 而且他也是用T度下降法 你會發現這個Hinton 他其實 這輩子就是會用T度下降法 這樣子 但其實我們好像也都只會用T度下降法 對不對 不要嘲笑人家 好 欸我把這個壓縮圖弄過來 其實重點 我只想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那就是 那就是 這個 呃 這個 壓縮之後的這個Value 似乎是有意義的 那 Occode Encoder 它Training 是不是可以 你 無監督的數據 是不是要多少 可以有多少 對不對 我可以 我可以去把那個 假如說 貓跟狗的圖片啊 對不對 我可以去 我網路上要爬多少 就有多少 駱駛點頭幹什麼 真的是這樣嗎 應該吧 你有爬過嗎 沒有 先點頭再說 先點頭再說嗎 至少不用標啊 如果你有 這是真的 不過如果你真的去爬 你會發現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啊 就是去Google的那個 假如說你Google搜尋Dog對不對 其實你爬到的圖沒有 不會有想像中多 大概 呃 我覺得能夠 如果是用Google 直接用Google搜尋的話 能夠爬到1000張就不錯了 它之後就會大量的重複 就是 所以說其實這個 其實也沒有那麼簡單啊 好不好 但是至少不用標啊 這個確實是有用了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有個大膽的想法 訓練製編碼器的過程 是不需要label的 我們有沒有可能 用衛標柱的數據 訓練出很好的encoder 然後這個 encoder 我是不是最後一層 我不要再把它還原了 我直接把它拿去做分類 那這樣我是不是可以用比較小的數據 達到 這個 很好的這個 就是 training的效果 好 我們這邊做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就是 我現在啊 我現在 把 training data裡面其中500筆 把它寫出來 變成subtraining data 這個subtraining data裡面就是500筆喔 所以說 我的 我現在做手寫數字辨識的時候 這個subtraining data裡面 它就只有500筆資料 這樣可以吧 所以 好 lesson 10 它就只有500筆資料喔 然後我這裡 這是不是一個 這個結構 因為我要做transfer learning 我現在如果把 encoder的權重填入這個 model的話 我是不是就在做transfer learning 只是我transfer learning的標的 原本是找 imagenet上 pretrain好的model對不對 我現在是自己training一個encoder 然後 把這個encoder的value填到 這個 模型上 所以我這個architecture 要完全 等於 我的encoder的 那個 encoder的這個 就是結構喔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現在 為了讓實驗具有可比性 我們用同樣的結構來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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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mloglose 然後 added 然後運算 好 這個model 叫他model1 好這裡我不要運算 欸 搞什麼搞 好我來training一下 欸 為什麼不給我training 太不給面子了吧 喔我這裡要 sarray 好因為只有500筆 所以速度非常非常快喔 這個 好我已經 我快要training完了 我們給他training完 然後看一下他的performance 好 我現在直接看他的performance 他的training accuracy rate testing accuracy rate 是0.7 其實大概80%上下 所以現在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model 就是用500筆資料 training出來的model performance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好那結果呢 我現在 如果把encoder資料填進去 這個過程可以吧 我先產生隨機參數 並且我把encoder的參數 encoder model的參數 通過填進去 然後用這個 parameter 訓練一個 新的 訓練一個新的 model2 這樣可以吧 這個 這並不是一個很過分的過程啊 好我這邊用GPU 啊怎麼了 這樣為什麼過度擬核 你說LOSS嗎 對 你過度擬核要看LOSS 那個training的accuracy跟 validation的accuracy差距多大啊 如果training都背起來了 validation還沒有背起來 那這樣就是過度擬核 而且過度擬核 我在講一下 過度擬核其實齁 應該這麼講 如果training的 我們有三種情況喔 我們不要用畫圖的好了 好我們用畫圖的方式好了 這是accuracy 這個軸是accuracy 然後這個是代數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這個我們期望啊 training的accuracy 一定是這樣子一路往上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一路往上 然後到某個地方都停住了嘛 對不對 gradation的 就是tester的accuracy 它有很多種方式 第一種是 它完全跟著training跑 這樣非常理想 對不對 就是我的 我以後運用很棒嘛 對不對 那比較常見的狀況是這樣 一開始的時候是跟著 到了某個點之後 它就不會再上升了 這樣子的話 其實也不算有overfitting 很有可能radation的極限就是這樣 就因為training 它額外多會都是把它背起來而已 這樣其實也不算overfitting 真正有overfitting是這樣子 training的accuracy 在上升 但是radation的accuracy 卻在下降 這樣子就是 就是overfitting了 就是我現在新學會的特徵 完全是for 記憶而已 並不是真實的有用 這樣子 所以說 overfitting實際上 這樣才算有overfitting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我現在有一個model 2 如果你把model 2拿來做進一步的預測 你會發現performance提升啦 好這個 看起來蠻厲害的吧 對不對 我先用無堅度的訓練 兩萬多筆 沒有label的去訓練 然後我得到了一個權重之後 encoder權重之後 我把它放進我的新model裡面 我把它放進我的新 就是重新train一個 用500個樣本train一個小model 然後我把這個權重放進來 它的performance居然就提升了 提升的原因是什麼呢 提升的原因是前面 我們在畫這個圖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那一個壓縮器 壓縮完之後的那個編碼 其實是有意義的 那個編碼越接近的 數字是比較 數字如果是一樣的 那個編碼應該越接近 因為他們共享類似的結構 所以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個是一個提升performance的方式喔 好那我們現在要做的實驗是這樣子的 剛剛我們做 透過製編碼器 進行轉移特產學習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我們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為了要讓模型具有壓縮的效果 所以每一層的數值都小於前一層的數值量 也就是說我們的fighter數目其實很少的 但是實際上我們training的網路 fighter數目不應該這麼少啊 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我們training的fighter數目變多了的話 它原本是784個值嘛 它壓縮到中間的時候 是不是很有可能會產生假如說 1000個值以上 這樣就沒有壓縮效果了吧 對不對 那沒有壓縮效果的 Autoencoder 如果拿來做Transfer Learning的話 它是否還具有 提升performance的效果 這個我們要做做看實驗喔 好不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做這個實驗 那你可以試試看 看看它是否還具有提升performance的效果 那這個 我們叫做欠完倍的字編碼器 欠完倍的字編碼器就是 中間的參數比 中間的參數比原始的參數還要少 這是欠完倍的字編碼器 代表的是它的數據一定要經過某一種程度的存化 否則還原回去的話 一定是還原不回去的嘛 那完倍的字編碼器代表的是 我把所有的數值啊 你可以這麼想 如果說我中間的value 也是784個 我可不可以就完全不變換了 我完全不變換一路過去也可以還原啊 對不對 所以它等於沒有training到嘛 對不對 好所以說請你做這個實驗 看一下performance會不會提升 好不好 那這個實驗大概要花 十分鐘的時間讓我們做一下 好給你們試試看 好我們來看一些答案喔 答案其實就是 答案複製貼上就可以結束了啦 那重點是 這個 這個網路我training出來的model 3 預測出來的performance是0.9 對不對 那如果我先做一個 Autoencoder 我得到這個encoder之後 然後我training出來這個model 我把model填進來 做這個training 然後得到這個model 4的話 這個 model 4 預測的performance 理論上可以上升 理論上可以上升啊 好不好 但是 這個 這個樣子我們就實現了 就是等於說我們就了解到 就是這個方法可以其實可以 擴展到這個一般的轉機網路上 好 除了這個 我們這裡這樣寫的 就是這個就是一個很標準的encoder decoder的這個流程 我這邊特別demo的部分是 我在 encoder的部分 大家看著喔 我encoder是不是到這裡結束 我encoder到這裡結束嘛 然後這個直接去做deconvolution 做decoder對不對 欸靠我這個網路 不知道為什麼訓練爆了 好啦算了我懶得去改它了好不好 我懶得去改它了 這個encoder是不是 就是 這個encoder是不是就是 呃 這個 直接接過來 直接接過來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encoder 要怎麼樣去做這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 因為它 數值很有可能比這個 它的 數字比這個 數字的個數 比這個data原始輸入還要多嘛 對不對 所以說 data原始輸入可能就不會經過壓縮 它可能就沒有辦法有這個效果 所以說我要怎麼做咧 我就可以把這個encoder 拿來加loss裡面 你看我在這裡加loss是 直接把encoder做square 那square之後 它一定是個正數嘛 對不對 那它就到這裡 那squareencoder呢 再求個min 那這個求個min之後 min squareencoder 我原來的recidule 再加上 一個參數乘上 min squareencoder 那這樣子的話 我的loss是不是就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 原始的mse 一個部分是 我希望我的encoder出來的數字 不要太大 這樣子的話 我的這個 壓縮效果就還是存在 為什麼咧 雖然我的參數變多了 但是我樣本空間其實並沒有變大 那這個 你這個參數給的越重 這個 訓練壓縮的效果就越好 不過 不過這個 損失函數要怎麼設計 這個是一個非常粗糙的設計 就是 今天只是做一個簡單的demo 就告訴你說 原來在這裡也可以加個loss 那我就可以得到類似於 你們在這個 做那個什麼 就是 正則化的那個效果 正則化的 希望我的參數盡可能不接近 盡可能接近0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要在loss 加上個全重的平方 然後再來 乘以這個2分之浪打 對不對 我只是把輸出的平方 也當作是一個全重 也當作是一個loss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這個 我們今天上課齁 差不多結束了 我們 怎麼了 很驚訝 今天的內容比較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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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內容比較簡單 我們就講一下 這個重點是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這個就是 呃 我們等一下還是 還要花些時間來 就是在練習一下 前面沒有練習完的 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練習完 然後還有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分數做到那個 貓狗辨識做到 0.2都不到的 那三個對不對 我們再來看一下你們還有什麼問題 好不好 好來這個 我們現在 今天講完自編馬器之後 自編馬器的故事就這個樣子而已了 至於它的應用 就像我剛剛一開始講的那些 你可以做這個 這個 馬賽克還原器 對不對 也可以做去雜訊 對不對 也可以做這個 高解析度 就是馬賽克還原器 跟把影像變得更高解析度 這意思差不多的 好不好 呃 你還可以做任何事啊 就要說把那個 就要說你故意把這個 呃 影像變暗 然後它還原成正常亮度 對不對 這個這個非常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 好不好 來 那 這個堆疊自編馬器還有什麼用呢 就是對自編馬器可以拿來做轉移特徵學習嘛 對不對 所以說啊 你現在就可以看懂這個 2006年 Hinton發表Snice的論文 那你們發現這個 Hinton這個人啊 一天到晚在發表論文啊 而且這論文怎麼都那麼了不起 對不對 這個 剛剛我們隨便找個TSNE 這個 居然也是Hinton發明的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這個方法 它其實就是 當時在2006年 那個時候網路升不了嘛 對不對 那個時候沒有任何解決T2消失的方式 解決T2消失的方式喔 所以 Hinton它在做什麼咧 它一次訓練一層自編馬器 我一開始這樣只訓練兩層 這樣總行了吧 這個網路肯定work吧 訓練兩層之後 我是不是可以把藍色的部分fix起來 然後我再訓練綠色到綠色 那我是不是把綠色的地方又可以fix起來 然後再訓練黃色到黃色 這樣我最後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字編馬器疊得非常非常深 這樣 看得懂Hinton在做什麼了嗎 如果你看得懂的話你就知道 它一次可以先訓練 圖到2000 2000再回圖嘛對不對 再訓練2000到1000 1000再回2000 再訓練1000到500 500再回1000 再訓練500到30 30再回500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可以把整個網路合在一起 變成圖到2000到1000到500到30 然後再還原回去 然後再把這整個網路 把它做fine tuning 再微調這樣可以吧 這樣子然後把這一層接出來 它都可以做classification 這樣可以吧 看得懂嗎 為什麼表情凝重 看不懂我在講什麼嗎 看不懂我在講什麼嗎 好再講一次 我剛剛做字編馬器的時候 一次是直接訓練一個end to end的模型 對不對 然後每一層 然後這個2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拿來做 到這裡為止做transfer lending 然後拿來做classification 對嗎 可是啊 這個網路可能對hinton當時來講太深了 他沒有辦法訓練 所以他怎麼做呢 我一次字編馬器因為input 剛好等於output 所以我可以做一個非常理想的狀況 也就是我先Y 壓縮到V 然後再還原成Y 這樣只有兩層一定訓練得起來 那這個 我是不是中間是不是變少了 那接著我fix住 Y到V和V到YHART 我在訓練V到VHART 那V到VHART這樣也只有兩層啊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訓練得起來 那這樣子意思類推之後 我是不是每一層可以分別訓練 因為我每一次都只要訓練兩層就可以了 對嗎 所以說hinton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訓練圖到2000 2000到1000 1000到500 500到30 然後再把它全部結合在一起 那這樣子他是不是就不會T度消失了 然後這個30就可以拿來做Clarification 他在2006年的這個Science的論文 就在做這件事情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有人提出就是說 如何做一個超級深網路的訓練 他這種架構就是 理論上是可以無限擴展的 準不準不知道 但至少是可以訓練出一個超級深的網路 然後不會T度消失 對不對 因為他每一次都只有訓練兩層怎麼消失啊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所以說 當然啦現在已經沒有人這麼搞了 現在有recidual 現在第一個這個訓練方法也太累了吧 一層一層訓練了 真的是太累了 第二個現在有recidual learning了對不對 有recidual learning的話 哪有人要這樣搞 對不對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今天啊 這個 這個上課基本上就是上到這裡 這個解除瑪賽克也是用自編碼器模型 這個基本上可以想像嘛對不對 還有去噪音 吸出自編碼器就是我剛剛 最後一次練習的時候demo的 限制encoder的輸出讓他們幾乎都是0 這個限制不見得要我們剛剛的損失函數 我剛剛損失函數隨便寫了一個 正常的損失函數沒有那麼硬的限制這樣子 好那 基本上 我們透過自編碼器的學習 我們學會另外一個新的網路結構 叫反卷基層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 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 那我們留給大家一個最後的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對自編碼器所定義的ロス 是MSE 對吧 恰當嗎 如果我今天要訓練一個很好的自編碼器 用MSE 我整個網路結構是對的嗎 我輸出是 我input 是0到1 我輸出應該要 負線大到正無線大嗎 還是應該也是要0到1 用SIGMOID 可是用SIGMOID 我好像又不能 因為那個值其實是介於0到1 不是真的是0到1 Y Y Y可以允許0.5 我好像又不能用Cross Entropy這個ロス function 所以我的Cross function 跟我的這個Output的這個Value 要怎麼樣去做微調 你可以思考一下怎麼樣才是一個比較好的做法 而且我們再換個講法 像素Bass的差異很小 不代表看起來像 看起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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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像素Bass差異很小 我每個都差0.1 這樣以像素為Bass差別很小 可是看起來就是充滿雜訊 對不對 所以說 看起來像 跟實際上 這個 Y跟YHART一樣 這是兩回事 所以 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式 可以去設計我們的Cross Function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好 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有沒有人有任何問題 好那我們就下課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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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